這個東西這樣合照的話 會讓人覺得我好像跟他在一起 我在想念他的感覺 看到自己照片被瘋狂粉絲後製合成 只有無奈 馬克醫師IG粉絲爆棚四萬人追蹤 在社群很活躍 不只秀身材也被稱是兒科借天菜 私下卻不甘其擾 被陌生女子騷擾長達三年 用了各種不同帳號 幾乎有10到20個IG的帳號 來丟我私訊 然後想的都是很暧昧的事情 到曾經還有 傳一些比較私密的照片給我看 他就從台中搭車上來 只為了跟我拍照 有時候我比較晚到或是我上節目 可能他就等我等到5點 戴著眼鏡口罩開心比夜 甚至還會要求擺拍 馬克醫師覺得很不自在 後來更發現女子個人社群 謊稱兩人是夫妻 PO的照片不只合照 還私自上傳一堆遺失個人照 他看診的時候就賴著不走 然後腳架非常小聲 讓我更靠近他 然後就假裝又說有什麼病 我自己有一點癢癢癢的為什麼 已經對工作造成困擾 甚至一到兩個月都會寄東西到診所 不只單方面給結婚證書 甚至還寄用過的貼身遺物 馬克醫師氣得報案 卻因為跟騷法還沒實行 只能申訴 我非常擔心所以才來報案啊 你只要看他的文章 你就知道他在思考是跳躍性的 真是有點恐怖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屬於是跟著你的手 會不會潑東西給你啊 就怕人權安全被威脅 跟騷法十月十九號散督通過 包括監視守候尾隨 只要認定有反復犯罪之餘 就能預防性羈押 最終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公告半年後才上路 也讓被害者心心膽戰 就怕騷擾變本加厲